天下以后,傲气宠上已错意驻渣男前任在新婚前夜,本想一醉方修是勿入某地上怀中,此次严西西波平静的生活波绝云鬼天翻地覆,你凭什么带走我的儿子? 严西西眸光烈焰,一笑致富,不然,还凭你三分钟,严西西的头发乱腾腾,虽说是摆着脸,可两颊却红得像打扮了腮红盒子,眼睫毛像是被烫过似的准准的,娇艳欲滴的双唇泛着丝气人的甜,隔着些许距离的风又沉止息了一点,就有些心神荡漾,严西西一抬头,偶然对上了风又沉灼热的视线,立刻避开了, 就这样,就会结束了,严西西有些恍惚的看向空无一人的身后,这风又沉止回居然没有纠缠她,你还想怎样啊? 人家是帝国集团的少爷,还能追着你跑吗? 我在时光深处等你望尘如剑柱,被男友劈腿不是最惨的,最惨的是在游戏里勾搭上了大神,想和大神仗剑走天涯时,自己被坑成了一颗蛋,美名其乐,这是神龙和凤凰生的,一时之间自己成了疯狂抢毒的对象,为了保住自己的一条小命,从此化身大神宠物,被呵护,被宠溺。 当有一天知道大神早就对自己图谋不轨时,是接受还是接受呢? 男票是大明星整容公子住三年前,最爱的人不辞而别,三年后,当他成为只是瞩目的大明星时,那人却回来了,是忘记还是继续,而面对对方漠然的脸,大明星表示很悲催,被甩的人明明是我,为什么我会觉得对你愧疚? 叶希拓找叶小询问这本事情可是有原因的,叶小虽然才八岁,可是情商却高得不得了,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被他那情感咨询是妈妈给培养出来的。 所以,你对那个人有怎样的感觉啊? 嗯,就是看见他笑就忍不住笑,见他笑就想让他一直笑下去,一直快乐的生活下去,还有还有,看见别人看他我也很不高兴。 你说我是不是有问题啊? 嗯,就算正常的吧,每个人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,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吧? 谢谢大家 我 boats 我们培 flor 我的 galax 问完 我 我